好吃 这玉厨做的就是不一样 不光做得好看 吃着也行啊 那当然 能侍奉皇上的玉厨 那都是天下第一的大厨子 你不是说 你是皇上的心腹侍卫吗 那你是他的玉前侍卫 你想吃什么可以找他恩赐啊 那干吗半夜三更的 去玉山房偷吃的 我哪是偷偷去吃啊 我那是光明正大的去吃 你要不是为了掩护你 我哪会被那些 相熟的侍卫追着满宫跑啊 怎么 不对啊 这两种糕里面 掺了不同的香料 会使人慢性中毒的 中毒 嗯 你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呢 这些糕点 是皇上最喜欢吃的 而且皇上平时进膳的时候 都是有专门的人用银针试过的 也有专门的人试吃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真的 这里边的香料 性热 而这个糕点里面的香料 性凉 两种单独食用不会中毒 但是混在一起长期食用 就会使人中毒 并且 可以使人心智受损 你没开玩笑啊 干嘛 别动 我来给你把板卖 这位小兄弟 你的卖相已经显示你慢性中毒了 那个替皇上试吃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实不相瞒啊 实不相瞒啊 其实呢 是皇上和我最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 所以呢 特意让我来预产房求证一下 原本呢 我是不相信宫里的太医 所以想取几样食材 拿到外面 去给宫外的名医看看 一开始见到你在那儿的时候 我以为啊 你是下毒的人 派来毁灭证据的 后来看到你毫无顾忌地 大吃大喝 然后也跟我说了这些话 到现在 我才相信你 遇到本李大侠李义欢 算你运气 知道吗 李义欢 姓李明义欢 这名字挺好听的 那当然啊 我不仅名字好听 还会食毒 并且还会解毒呢 那我和皇上的毒能解吗 你和皇上的毒嘛 解是可以解 不过 这药材配起来比较难 而且这药材 价格不菲啊 钱不是问题 你想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好 三日以后 在第一酒楼 我带着解药 你把药钱给我 这个药钱嘛 十两黄金 没有问题 我看也不必等到 三日以后 我这枚玉班纸 肯定不止十两黄金 你先拿去吧 我 我 我 果然是个好班纸啊 你就这么把班纸给我了 你也不怕我骗你 我相信你 虽然我们两个 相识不过一日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只要是有本事的人 都不会因为钱财 而背信其疑的 有眼光 我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的本事不光这些 还有很多呢 以后有机会 慢慢让你见识啊 好啊 不过呢 刚才在御膳房 咱们两个交手的时候 我发现你的武功啊 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 没本事的人 才会靠蛮力 像我们这种有本事的人 是靠这里 知道吗 再说了 我就是一个江湖小贼 我这台本事也足够了 但是你是御前侍卫啊 那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怎么当的御前侍卫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投了个好胎 有了个好爹 才让你当上御前侍卫的 你自己投了啊 师父小满 我确实是投了个好胎 也有个好爹 我祖上啊 是八旗的贵族 我能随使皇上 也都是 我们家里人帮的忙 任人为亲 这康熙小皇帝呀 果然不是什么明君啊 也就是你啊 说这样的话 要别人说这样的话呢 我早就拉他去见官了 不过呢 你虽然言语上对皇上不敬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你心思不悔 你这个小兄弟吧 通情达理 仗义输才 我决定了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来 今天高兴 喝酒 我这湖底的酒 可不是一般的酒 这个酒呢 是我在山里发现的 野山葡萄酒 也不知道哪位仙人 何年何月 何日酿造的 总之特别好喝 你别以为 你是皇上的小跟班 吃惯了好多玉石 好多玉酒 就不把我这个酒 当回事了 我这个酒啊 可比你那些玉酒 好喝多了 好喝 爽 尝尝 怎么样 是好酒啊 是吧 多喝点 小兄弟 你是哪儿的人啊 为什么要进京啊 我呀 我就是一个江湖游侠 我进京呢 就是来看一看京城 有多繁华 吃遍京城的美食 二呢 我是想找一些珍贵的药材 配一款冰激雪敷养颜膏 给我姐姐脸上疗伤 你姐姐的脸怎么了 别提了 一说到这事儿吧 我就特别内疚 小的时候啊 我背着大人 拉着我姐姐去山里玩 妹妹咱们回去吧 平日里师父们 都不让咱们上山玩 说山里有野兽 那是他们吓唬咱们呢 走吧 走啦 快跑 跑啊 所以我姐姐脸上 就落下了伤痕 我义父是个名医 她说要想治好 我姐姐脸上的伤 就得用稀有的药材 配成一副冰激雪敷养颜膏 但我们家比较穷 这些药材一直凑不起 所以我就想啊 什么时候能把我姐姐 脸上的伤治好就好了 我姐姐可是个大美人 但就是因为脸上的伤 让她变得很自卑 所以我希望 我能早日帮她配齐这些药 治好她脸上的伤 所以你刚才 不跟着那辆马车出宫 不是为了进御膳房 偷吃东西 而是为了找太医院 去找那些能治好 你姐姐脸上伤的药 对啊 本来我想先保持一顿 再去太医院的 没成想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 我喜欢你的性子 你多大 我呀 我是顺治十二年 五月初四生的 五月初四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太巧了 我也是五月初四 只不过我是顺治十一年的 比你大一错 这么巧啊 你说咱们两个一日之内 相逢了两次 我觉得啊 咱们这个缘分匪浅啊 不如我们今天 纸月为氏 结拜为兄弟如何 那从来没有人想着跟我结拜的 不过 我以前老看古书上说 那些古人们结拜好像挺有意思的 当然了 我也一直想这么做来着 可惜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既然你和我这么有缘 那就结拜吧 我长你一岁 我做大哥 你是小弟 不行 不行 岂不闻古人有云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咱们既然结拜 就不能以庸俗的年龄论长优 咱们得看谁的见识广 本是强 刚才你也说了 我的见识广 本是强 所以我是大哥 你是小弟 这也行啊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 咱来打一架 谁赢了谁是大哥 不打不打不打 行 居然还有人想当我的大哥 行 你是大哥 我是小弟 好了吗 我李一欢 五龙三 今日对着月亮发誓 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往后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永不背弃 同生共死 同甘共苦 如有为事 天打雷劈 大哥 请 小弟 请 对了 我们现在都结拜了 以后不能骗你了 要不然会天打雷劈的 大哥 你说什么呢 你可真是个小白兔 我之前说那个解药 说要十两黄金 其实只需要十个铜板 我跟你结拜了 所以自然不能骗你了 还有这个玉班纸 还给你吧 我是刚开始看你那么有钱 所以想顺便敲敲你的竹杆 不过现在咱们都结拜了 我就不能再骗你了 我得讲义气啊 大哥果然是个性情中人 不过我们刚刚对着月亮发誓 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小弟的东西呢 就是大哥的东西 这个玉班纸啊 大哥你就好好收着吧 这个东西啊 小弟多得事 古壁画画了 当真啊 当真 我们刚刚发过誓的 你总不想让小弟 被添打雷劈吧 像你这样的小白兔 行走江湖 不得被人炖了 给烤了吃啊 不过你放心吧 现在有大哥在你 大哥保护你 行 那日后小弟就多养张大哥 观察了 放心吧 乖啊